种群绝对算得上是今年科幻灾难片的一匹黑马 此片一经上线就瞬间席卷各个热门 这不仅仅是因为齐悦看悦上头的剧情 更是因为随着各个灾难的到来 人类也已经基本确认了海底生存着高智商生物或者外星人 故事紧接上级 突如其来的海啸瞬间席卷了无数个海岸 这也直接导致成千上万的人类在海啸中丧生 仿佛海洋中的生物已经要开始全面对人类反击了 扎莉的男友就是众多人类中的一员 失去至爱的扎莉每天茶不思饭不想 监测海洋的工作也选择了荒废 每天也只能通过游泳来释放心中的压力 同样在上一集中救了扎莉一命的希格尔 就在他回到住所的时候 手机上的留言也给了他致命一击 留言是女友生前发来的 而在海滩上沐浴阳光的女孩就是他的女友 他也因为来不及逃跑 所以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给希格尔发了最后的留言 对于这次突如其来完全没有征兆的全球性海啸 人类也为此召开了全球理事会 在会议中女医生斯嘉丽向大家介绍说 从最初的接触点开始 创伤湖均已经渗透到了海边的所有水源 而现在地球上有超过40%的人口生活在海岸 如果热液喷口蟹还继续如此规模出现在其他地方 那么人类将被迫面临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前行 斯嘉丽认为现在人类必须要全面开始监测海洋的一举一动 然而对于斯嘉丽现在的说法 权威人士却认为她的说辞并不可靠 他们认为海啸可能也就只有一次 没有监测到可能只是人类失职 并且海啸结束后 热液喷口蟹也已经退回了海里 而对于斯嘉丽口中的创伤湖均 他们更是认为那可能只是新出现的病毒 其严重程度就像流行感冒刚出现时一样 人类很快就能研究出应对的药物 在会议结束后 虽然斯嘉丽的提议并没有获得认可 但也是由于这次会议 莱昂 希格尔 希格尔和斯嘉丽等人也因此相互认识 他们都全部认为现在海洋里 必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会议结束后 希格尔给斯嘉丽打来了电话 因为在会议上 斯嘉丽说以往所有的袭击并不是随即的 所以他想问问斯嘉丽是不是掌握着什么证据 斯嘉丽说他怀疑这一切背后 似乎有着什么人或是操控着这些海洋生物学习 是的 学习 因为斯嘉丽发现在龙虾中发现的细菌菌株 是由愚民捕捞上岸的 而被感染的螃蟹却是自己上岸的 再加上鲸鱼群主动攻击人类 这一切都好像在说明有人在操纵着他们 对于斯嘉丽这个想法 希格尔是深信不疑的 因为他就曾在军队中训练过海洋生物 为此 希格尔邀请了斯嘉丽出来见面 在斯嘉丽应邀前往的路上 我先给大家发一波福利 就是左下角这个在手机上也能养女友的游戏 里面有百款女友任你选 温柔的 高冷的 可爱的 成熟的 你想要的通通都有 只需五分钟就能找到你的挚爱 赶紧点击左下角试试吧 这边的莱昂也背着行囊来到了一处大厦 并见到了教授的学生埃米尔 在埃米尔的带领下 他又见到了希格尔和扎莉还有斯嘉丽 约了这场会谈的是希格尔 他向大家说他发现海洋中的生物正以止数计增长 而鲸鱼和螃蟹的反常深浅也在说明 这一切都与现有的生物学是相悖的 我相信 我们所有的事都在第一次看到的事 是有些事 有些事都在沉默了 沉默了 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沉默了 因为这如果是对的的话 那么人类真的可能要直面面对外星人了 就在所有人都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 教授说话了 他说如果现在的这些现象真的存在关联 如果这些外星人真的存在还未可知的领域 那么他们就是某种高智慧的场 其目的很明显就是将人类从海洋赶走 对于这样 教授笑了 因为他根本不认为海洋底下真的存在高智慧场 他通过大半辈子对海洋的研究都没有发现一丁点高智慧生物 如果希格尔他们的猜想是正确的 那么他以往所有的研究都将被推翻 所以他选择了退出 对于世卫偶像的老师这样扎莉也有点不解 他跟随着老师追了上去 扎莉认为或许这次真的是老师错了 他应该为全人类着想而不是自己的研究成果 可不管扎莉怎么说 教授依旧还是选择退出研究 这边希格尔又给佐藤打去了电话 因为现在没有了教授的科考公司资助 他们现在即使有再大的能力都是徒劳的 所以他想让佐藤的货轮公司给团队提供资金支持 获得佐藤的资金支持后 希格尔又和莱昂研究起了那三个路向 在研究之余 希格尔发现莱昂的手上戴着一个特殊的手环 于是随便问了一下 莱昂说这是他妈妈小时候送给他的 但这具体是什么他也不知道 希格尔接过来看了几眼之后就又还了回去 随后在两人分开后 希格尔回到房间又将手环上的图案画了下来 因为他总感觉这个手环或许在未来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于是他通过图案一通研究破解后得到了三个英文字母 随后 希格尔又带领团队来到了人类理事会 他向理事会说明了团队的想法 希格尔说他们现在认为海底真的生存着高智慧生物 就目前的种种灾难而言 他们已经开始对人类做出了反击 但这些生物到底是变异还是外星人还带研究 这时理事会的人又问他 如果团队的理论成立 那他们接下来又该怎么做 希格尔说第一步他们想试着联系他们 因为有了冰虫和坐头巾的出现底 或许想联系他们并不难 然而理事会的人这时又说 佐藤的货轮公司只是为他们提供了旅行和住宿的费用 再加上他们没有任何科研机构的支持 因此理事会拒绝了支持他们继续研究 然而就在会议结束后 一个叫曼莎的博士找到了他们 因为在各种灾难爆发后 他也一直在关注着这些事件的联系 并且在他的努力下 曼莎在北冰阳和南极州也发现了 和那三个视频里相同的播长声音 对于这个消息无疑是给团队雪中送炭 为此莱昂利玛就想邀请他加入团队 有了曼莎的研究成果 希格尔又来找到佐藤 但这次并不是佐藤来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货轮公司的幕后老板三船 这个三船说 其实他也一直在背后关注着这一切 他也认为希格尔的团队是正确的 再加上他现在打算投资一个新项目 而他选择的这个项目 正是希格尔的团队所研究的项目 再回去后 希格尔又和大家开启了会议 因为这个研究是不被公众看好的 再加上他们此次前往的地方 是曼莎资料里的北定洋 那样他们一旦到了海上 就几乎会和陆地失联 所以他希望大家慎重考虑 对于希格尔的说辞 大家都没有多说一句话 此刻他们已经做好了 准备为此奋不顾身 随后他们就乘坐着科考船 向着北冰洋出发 可随着他们来到海洋上之后 他们的船体周围的海水 却好像开始沸腾了起来 也讨退队 另外态也给你 我们下注写 und他们发现 我们下注写